现在时间早上6点 终于到了要出发的这一天 大家都很准时的到公司集合 相信每一个人也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不管是出发前的装备整理 或是纪念签名的东西 大家也都在忙着各自的准备 走,我们出发吧 这一趟旅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次的挑战吧 第一站 从熟悉的桃园出发 穿过各种大街小巷的我们 抱着热忱的心 准备启程 过了没有多久的时间 我们经过了新竹 但是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这里停留 我们的目标是在更远的前方 顺着西兵公路前进的我们 很远接来到了苗栗的白沙屯的古天宫 在这里广站的休息片刻 以及祈求马祖一路上的旅途平安 我们将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出发 不知道是不是马祖保佑的关系 一路上天气晴空万里 仿佛为我们这趟旅程天真不少斗志 终于到了彰化 这是我们今天行程第一个停留点 我们将在这边的王宫渔港 吃顿午餐顺便享受一下当地的美食 吃饭中大家也不忘分享 彼此入图上的心得和感想 充电完毕 走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刚到了云林之后 大家的屁股都差不多因为长土骑沉的关系 而开始酸痛了 但南部纯湖的风景 让我们暂时忘掉了那股酸痛感 寓意暗然的景色配上宽阔笔直的道路 这样子的骑程就是最好的心灵放松 台南 当我们在骑了差不多300公里以后 到了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二个停留点 就是著名的七谷岩山 接着我们骑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地方 繁盟的街道 以车流量 原来这里是台南市区 我们到了今天的晚餐地点 这次来台南都一定要品尝的温体牛火锅 在晚餐过后 脱着疲倦的身体 准备前往我们今晚的落脚处休息 为接下来的旅程养精续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